如何将念佛法门落实在生活上呢 这个静宗修学 静宗学会成立之后 我们提出修学五个科目 就是把世尊在静宗经论上的教诲落实 第一个科目 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 静一三佛 三条是一句 一定要做到 第一条里面四句 孝养父母 奉死死掌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我们叫修静业 修净土啊 净土从哪里修起 从这里修起啊 不能够落实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效果不大了 你的殷勤债主得的利益小啊 有时候他不放过你 果然落实 这个功德大了 他得的利益大 不但不妨害 我们以一般人情而论 他反而来帮助你 因为帮助你 就是帮助他自己 所以要落实 那么怎样 孝养父母 奉死死掌 我们把后面的两句做到 就是真正的 孝养尊死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八个字做不到 那个孝养父母 奉死自然就落空了 佛法 众世心的 不再口说 第二条有三句 受持三规 居足终界 不凡为夷 这个三句怎么讲话呢 简单的说 就是放弃自己的 错误 看法 想法 做法 随顺佛陀的教会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老老实实这么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就决定不做 这叫皈依 皈依是回头 从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 间接行为回头来 依靠佛菩萨教会 一教奉行 佛载无量寿经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这一大段经文 古大德的叛教 告诉我们 就是三规 不是 就是十善无界 这个是三规 无界 实善 详细的说明 我们每天读诵 依照佛陀教会 去修 忏悔法 佛讲的 哪些 哪几条 我做到了 做到 要保持 不要失掉 哪几条 我还没有做到 我要很努力认真去学习 这叫真意修行 这叫修敬业 然后这一句佛号念的 才会相应 否则的话 只有口中有这个佛号 心形上没有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口里没有佛 心里没有佛 口中有佛 心里没有佛 行为上没有佛 这个不能相应 所以念佛重要的是 心上有佛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心是佛之心 佛的行为是什么 是善 所以我们看到 画的佛像 我们这里画的佛像很多 佛像圆光上 有三个字 Ong Anho 这三个字 就是十三一道 Ong是身 Ong是与 Ong是意 身与意 三业清净 这三个字是比较这个意思 三业清净 就是圆满的佛了 无量寿经里面 佛就把这个意思 很清楚的交给我 善乎口意 不及他故 善乎深意 不凡为意 善乎意意 清净无然 我们要从 弥歇然 回过头来 一举真经 这才是真正孝亲 真正尊死 唐朝时候 善到大死 诸节 观无量寿经 在柱子里面 讲了许多遍 劝导我们 要随胜佛陀的教会 经典上叫我们要做的 一定认真 努力去做 叫我们不可以做的 决定不违反 这叫修复 我们真正这样做法 将这个功德 回向给一切 冤情债主 冤情债主 就变成我们的活法人 不但不为难 要保护你了 这效应也得好方法了 那更殊胜的 那是不但一生成就 一生有非常殊胜的成就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心臣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了的心 像北朝鲜的山神所说的 天上也不平安 地上不能住 一心一意要求生极乐世界 这真觉悟了 这个心就是发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身因性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一句话里头意思很深 念不是口念 心要念 身也要念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就是你心念佛了 念自在自 行怎么念佛呢 行能够守时善 六度 这是我们深念佛 身口意 三页都念佛 这个才能相应 三页都相应 跟密宗里面讲的 三米相应 一个道理 密宗的相应 是口持咒 心观想 手结印 那我们讲的这个 心愿 同佛心愿 行为 同佛行为 比那个三米相应 还要殊胜 所以我们要懂得 怎样去修许 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 决定要断食物 要修是善 转卧为善 从这个基础上 再提升 修学菩萨六波罗密 那就是转凡成神 我们总要有一个 大的转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